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邓转 你听我告诉你 叮当啊 叮当发烧呢 老爷 你你 你别急 我去 我去 我知道 我去 我去 你别急 你别急 你 你让自己看报纸 啊 喂 小方 你要来一听电话 阿姨刚刚去医院了 叮当病了 叮当病了 行 那你在家照顾好叔叔 安琪啊 叶北京 你可真够可以的 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 你儿子发烧都快四十度了 叮当 你快醒醒 别吓妈咪 倩 戴然 你现在马上打电话回医院 快认额科金取决机关 我儿子病了 我现在从机场发烧 麻烦你 这怎么会堵僧厉害呢 很快就好了啊 太烫了 安全了 妈 您怎么来了 妈 我送她了 乖乖乖 我的宝啊 我的天哪 孩子怎么烧这么厉害啊 没事了吗 已经打仗点滴了 很快就会好的 是吗 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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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好嘞啊 赶紧跟我回去吧 你说你们两个人在外头 也没给人照顾 能补病吗 乖 乖 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宝贝 妈 请慢用 怎么样 现在不用担心了吧 来 我的 不好意思 是陪一下 应该到了呀 怎么还没来电话 好 喂 是机场问讯处吗 我想问一下 今天晚上八点 从北京到上海的飞机 正年起飞了吗 对不起 小姐 上海正在下暴雨 今天晚上所有航班 都暂时停飞了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 集飞的通知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吃吧 好 对不起啊 我临时有点事 我想先走了 韩小姐 你确定你没事 我没什么事 冯远 买单 我来就行了 怎么能让女孩子买单 来 多少钱 先生 您消费三百二十元 谢谢啊 下次我买单 不客气 没有密码 去哪儿 要不我送你 不用了 谢谢啊 走吧 去哪儿 我送你 这儿不好搭车 杳律师 能帮我一个忙吗 只要不善人放火都行 走吧 我去哪儿 妈 我看你 妈 你先跟她们一起睡 你快去吧 快去哪儿 你跟她们一起睡 这好都是话 好嘞 好了 今天晚上 你们就都注意一下 叮当的体温 我先走了 北京 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吧 叮当都发烧了 它万一半夜又烧起来 怎么办啊 对啊 你就住在这儿吧 儿子 你听我跟你说啊 反正那个飞机 你也赶不上了 是吧 你要叮当不烧的话呢 你明天一早 敢早搬飞机 耽误不了你开会 好吗 儿子 行行行 我该早上走 好 妈 那我先进去看一下叮当 你去吧 你去吧 儿子 你听妈跟你说呀 你跟安琪 你们俩在一块 好好地看孩子 行了 行了 你累了 早点休息 行 那我睡觉去了 嗯 停车 我走了 谢谢你 这是哪儿啊 要不我等你 不用了 已经很麻烦你了 你先回去吧 现在三脚链都不是个什么事 爸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干嘛呢 哥哥 爸爸预言有点事 你呢 自己在家里睡觉啊 别害怕 我一会儿就回来 爸 爸 王老师 爸有热了 爸 咱们今天晚上就别睡了 看着孩子 顺便也叙叙旧 正好 我有话要问你 怎么了 你的样子好像是要审讯我似的 医院接到检举信 怀疑这次的招标有人按相操作 你身为企业代表 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我们公司连入围都没入围 我还想问你呢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按相操作 故意挤兑我呢 我是不会假公祭祀的 更何况我根本没参加这次招标 我就不明白了 你根本就不懂医疗 你当什么企业代表 我不懂可以学呀 你干嘛每次都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这第二轮招标有我负责 你回去跟保新说吧 放个人来 我不希望你参加 会有人说情话 你刚才不是说了不假公祭祀吗 什么意思 干嘛不让我去 难道是因为我爸以前是医院的院长吗 你这样太没有逻辑了吧 安琪 你爸连结了一辈子 我不希望因为你 他一生的清白就蒙上了五点 你别给我提我爸 是 他一生的清白 比他女儿还重要 他不是让我自食其力吗 我现在就是让他看一看 我没有了他 我是怎么过上人上人的日子的 为什么非要过什么人上人的日子 当普通人不好吗 我安琪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没错 我是爱钱 我就是想当富婆 不行吗 我想买什么买什么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想去哪就去哪 我绝对不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你什么意思 没问题 我没有你那么轻高 你有理想 你有抱负 我现在唯一的冤枉就是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年龄 我自己都可以美美的 你说完了吗 我可以休息了 可以休息了 老板 再烤十个 对不起啊 我临时有点事 我想先走了 多换点辣椒 谢谢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肚子饿了 在这附近吃点东西 你没事吧 我可能是滴血糖犯了 我没事 滴血糖 那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 我没事 你听我说 滴血糖是小毛病 将来会引起很多问题 听我的 去医院 走 我现在好多了 我真没事 别顾着了 走吧 去医院 我不想去医院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别硬挺了 去医院听我的好不好 要不这么办 你送我回家 回家 你能挺得住吗 好吧 好吧 走 谢谢啊 您找了 慢点 慢点 家也没有 电话也不接 怎么办了 去哪儿了呢 没有 在那里被散계 你抓狂多热 刚才在去 来 来 安安 来 来 吃点点 来 听我说地鱼汤得吃点东西 我去给你弄点东西吃吧 阳晨 你别忙了 你就帮我看看 冰箱里有什么甜食吧 好 来 吃点 来 吃点 来 来 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随便坐坐 海啸 你有个电话 什么文博的 你先帮我接一下 跟他说我一会儿给他回过去 晓晓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 他在卫生间呢 你是谁啊 告诉我你是谁 我 我是那个 把电话给我 走 文博哥 晓晓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你在哪儿 那是我一个朋友 我刚才递糖饭了 他把我送回家呢 没事你不用过来了啊 要没别的什么事 我就挂电话了 出什么事了 这么晚还一个人 在大马路上逛着 多危险啊 什么事能跟我说说吗 现在太晚了 你还是回去吧 你听我说啊 既然老天让我遇到了生病的你 那就是老天派我来照顾你的 对吧 你说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呢 你刚才吃这么点东西也不行 我给你注点粥盒子没有 好了 你听我说 你就在这儿 在这儿等我 我看看 杨晨 你别忙活了 我真没事 你听我说 你现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坐着 等我给你做好吃的好吗 好 好 做什么好吃的 我来 我来看 晓晓 你可吓死我了 你去哪儿了你 我没事 我刚刚就是低糖饭了 你怎么跑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你不用过来了吗 我刚好就在附近 你别骗我 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我真没事 真的 还说没事呢 都晕在大街上了 晕了 我都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位是杨律师 您好 杨律师 你们怎么认识啊 我不小心把杨律师的车给撞了 那么巧 谢谢你啊 杨律师 谢谢你把我妹妹送回来 你妹妹 我是杨律师的哥哥 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比我亲哥哥还亲 杨律师还有事吗 那个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完了 海啸好好养身体 没关系 我照顾他 莫哥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也累了 想一个人休息一下 晓晓 你刚晕倒了 我不放心 我留下来照顾你 我真没事 我累了 我想休息一下 你就放心吧 把我送你们 走吧 我真没事 走吧 再见 比亲哥哥还亲 怎么看着不行 这小子怎么会跟笑笑在一起 老婆 你起床了 我起床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上海啊 我想待会儿要学习了 我就不方便打电话你了 所以我现在打了 你昨天晚上 怎么没有接我电话呀 昨天晚上 飞机雾电了 这太晚了我就没打了 这家后来手机就没电了 我昨天晚上梦到 你根本就没有到上海 老公 你是不是不方便接我电话呀 怎么会呢 看吧你紧张的 我不会跟你开个玩笑吧 不是说梦都是相反的吗 喂 你在听吗 我在听 老公 你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了 我不爱你我能爱谁呢 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永远只爱你一个 好 没什么事了 你赶紧去忙你的吧 忙我来早点回家 真的能一辈子吗 昨晚在哪儿 你都说不出来 我还敢说一辈子 我真的好想相信你 好想依靠你 可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这变洋洋的样子 难怪佩晴不爱我了 明天我就要做新娘了 用你最美的祝福把我砸晕吧 我的男人很帅吧 今晚你的男人回家了吗 我是不是很丑 为什么我这么讨厌我自己 或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才能找到我的快乐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但是无法接通 喂 你好 是柳飞一二小姐吗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杨晨那个实习律师 你就是那个开跑车的实习律师 对对对 是我 我想麻烦你点事 你能联系上韩啸吗 我找他有点事 韩啸啊 他休假了 飞儿 是这样 我找他有特别着急的事 你能帮我联系一下他吗 没问题 我尽量吧 联系上他 我给你打电话 好 好 谢谢啊 那我等你电话 再见 再见 好酸啊 喂 老伴儿 在哪儿呢 我在什么地方 要跟你汇报吗 那必须的呀 我现在除了是你老板 我还是你男人呢 我的男人 你可别开玩笑了 你不会真的想让我给你负责吧 负责必须的呀 你必须得给我负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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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算数了 我感情可受不了挫折啊 就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我在公司找你 什么事啊 哪那么多废话 让你过来就过来 上次那件事情 张宝信已经在怀疑我了 这次我绝对不会帮你们的 你们公司那么多人参加招标 人凭什么怀疑你呀 自己虚了吧 你就放过我吧 我可不想让我的良心 整天都被谴责着 你拿了钱就要撤啊 怎么什么事都让你站了呢 别那么多废话 赶紧过来 安琪 我要看看 你到底想干嘛 上次好像出问题了 小小 你给我系上安全带 快点 安全带坏了拉不出来 婚礼上的车祸 一定也是他干的 一定是他 还笑了 有什么事啊 哎 你干嘛呀 你跟我走 你别拉着我 你快 你放开我 你叫完 我就是让你跟我去派出所说清楚 你到梦后到底搞的什么鬼 啊 我看你真的是疯了 想什么呢 你不许走 你跟我 你不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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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说机 你说什么说机 你不许走 你站住 你站住 你干嘛呀 你说 你不是什么呀 你耳朵是什么呀 你不许走 你不许走 你不是你做的 谁做的 我的孩子是不是你害死了 你这种生活 你还来 你放学我 你都放过我 你不许走 你干嘛呀 你不许走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接住 他一定走 我这种生活 你还来 你放学我 你都放过我 你不许走 你还来 你耳朵是什么呀 你耳朵是什么呀 你还来 你还来 我们来找个出去 是不是你做的 你唉 出事儿了 出事儿了 你韩啸妹妹 发飙了 等安智那儿到搬命了 赶紧过来 你公司 公司地下停车场 趕紧的 你这什么是什么呢你 他干嘛 你干嘛 别打了 别打了 快是放开 你住 你有什么事 好好说 好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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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不是在跟他打架 是他在打我 你知道嗎? 掐住我不放 我都喘不過氣來了 特別恐怖這個人 什麼情況? 隊長 我們行警接到報案 說這兩個女人在打架 這個女人是有外警護照 好好說 怎麼回事? 他 腦袋有問題 神經病 誰又神經病了 是他 是他傳統醫患家屬 大傷了我老公 我婚禮上的車禍 也一定是你幹的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警官 他胡說八道 你別信他的 他腦袋有問題 瘋了這個女人 誰瘋了? 誰胡說八道了? 你敢說不是你幹的嗎? 你們都給我多下 誰 我們辦案子是講究證據的 你說他想害你 你拿得出具體證據嗎? 對呀,你有證據嗎你 手機呢 我有證據 就是找不著了 你看看 證據都沒有 警官 他這叫羨慕嫉妒恨 血口噴人 有證據嗎你 你和打貝青的人就是一伙的 你敢說貝青被打 你不知情 這是派出所 你知道嗎? 派出所什麼事都講證據的 你有證據嗎? 你沒有證據告我 你誣陷啊 警官,我要告他誣陷 我要告他蓄謀殺 我是美國公民 我要求警方保護我 你美國公民怎麼了? 美國公民就可以在中國犯法了 我看著你去找李強的 你還給李強錢了 原來你一直在跟蹤我呀 是,我是找李強了 沒錯,我也給他錢了 怎麼了? 我是給他送四處金去了 我是做好事 我做好事我也犯法呀 你撒謊 再怎麼樣 沛青也是叮噹的爸爸 你怎麼能聯合外人去害沛青呢? 我說你這個人怎麼想像力那麼豐富啊 我還害沛青啊 你沒事吧你 簡直就是瘋子 你還不是承認你是瘋子 誰瘋了 你才瘋了呢 你沒瘋你幹嘛說這樣的話 那你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呢 誰做這樣的事情啊 誰呀 我先給你看點東西 出大事了 你自己聽聽吧 你就放過我吧 我可不想讓我的良心整天都被譴責著 你拿了錢這輛車啊 怎麼什麼事都讓你站了呢 別那麼多廢話趕緊過來 這幸虧是我撿著了 這要落警察手裡咱就全完蛋了 你說你那妹妹怎麼那麼損呢 我告訴你啊 他現在和安琪都在裡邊呢 他要是把知道的都說出來 咱就麻煩大了 你先回去吧 沒有辦法 啊 喂 您好 請問公主您好 請問公主您好 我去何日醫院親身科主任舒文部 這是我的證件 嗯 我有個病人呢 從醫院裡面走失 我聽說好像出了什麼事情 但你們在這兒來了 我能見見她們啊 親身科病人 對 這是一個比較清秀的女孩子 叫韓孝 行 你們等一下啊 好 队长 我们医生找到 你们都先冷静 冷静 一个一个说 把他们口罢的东西 是的 书医生 这人是乔所长 所长 你好 你好 我是何人医院精神科主任书文博 也是韩啸的主治医生 韩啸呢 患有躁狂性的抑郁症 目前正处在发病期 没想到 闯了这么大的火 跟你们添麻烦了 真是对不起啊 造狂性抑郁症 对 不过目前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们把他知道以后拒绝治疗 就隐瞒了这件事情 他丈夫也是我的同事 目前出差了 临走的时候 诸托我照顾他 没想到他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原来是这样 所长 我能不能 把韩啸带到医院里面去 他现在的情况需要进行系统的治疗 如果那位被打的女士同意和解 我们也可以放任 那我能进去跟他们谈谈吗 行 你跟我来吧 谢谢 小夏 文博 不是啊 文博 你总算来了 你赶紧看看你这个疯妹妹吧 刚才掐着我的脖子快把我给掐死了 简直就是疯子 疯子 安琪 少说两句 文博哥 我看到安琪 她和打背筋的人是一伙的 我亲眼看到的 看见没有 她简直就是有被害妄想症 现在已经开始栽赃嫁祸 安琪 晓晓 没事 我说的是真女性子 太恐怖了这个人 你们都少说两句好不好 你们到底想怎么处理 要是想快的话就和解 我们就不立案了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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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跟这个疯婆子和解呢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跟她和解 刚才你们不都看见了吗 亲眼看见了 她这叫什么 叫杀人未遂 今天你们得给我作证 我今天不可能这么轻易地跟你和解的 休想 文博哥 我也不会跟她和解的 我又没犯法 我为什么要跟她和解 小姐 我竟然就奉陪你到底 小姐 奉陪到底 来呀 你来呀 你来 现在掐我脖子 你再来掐我呀 小姐 小姐 你看 警察 你看 她在警察面前还打人 现场打人怎么了 绝对是疯了 还疯得不轻呢 闭嘴 安琪 真是个疯子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安琪 我怎么了 我 你可少说两句 她现在在家 她让我照顾韩笑 这样闹出什么事情来 对你有什么好处 非要把事情闹大 是不是 文博 今天给我点面子 就和解了行不行 行不行 行 给你面子 和解 怎么和解啊 队长 怎么和解 都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就让当事人 在和解书上签个字 来 坐 凳子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是看在她的面子 和你和解的 你有完没完过写字 怎么了 你们这些男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喜欢这种 假扮清纯的玉女 真受不了 明明就是一疯子嘛 还在这儿假装没事 疯子神经病就是神经病 我不是神经病 你才带着假面去呢 小小 你没带假面去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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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还在跟我们演晕倒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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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小小小 小小 王伯哥 醒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这是在医院 别痛了 小小小 为什么要绑着我呀 小小 小小 王伯哥 你为什么要绑着我呀 你听我说 你病了 需要在医院里面 治疗一段时间 你知道吗 我没病 王伯哥 你以为我疯了吗 王伯哥 你放开我好不好 我没病 我知道 你没疯我知道 啊哈 啊哈